空翻蛙,我是战国导游月翔冰长 欢迎来到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今天是冰长流旅行的第二集 要来介绍增田姓凡 也就是增田姓村建造的增田丸 增田丸位在大阪市南边的天王市区 在400多年前的公元1614年大阪东执政 传说增田姓凡为了要补足大阪城的弱点 在南边建造了一座城寨 世人称之为增田丸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介雅人也有主演一部2016年的大和剧 以增田姓凡为主角 片名也叫做增田丸 但是有趣的是 早期的历史书或者是早期的大和剧 里面拍的增田丸 它的构造跟2016年戒雅人版本的增田丸构造不同 为什么两者的构造不同呢? 在探访增田丸遗迹击之前 我们先使用冰长流工程术的新法 先来看看古地图吧 古地图主要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前田家家传的古地图 它把增田丸画成是一个U字形的存在 这种设计方式呢 很像武田家他们在组成的时候流行的玩马出 所谓的马出是在城门的前面 兴建的一个防御公式 因为是圆形的所以称为玩马出 早期的大和剧或者是历史书里面 通常会引用前田家的古地图 把增田丸当作是一个玩马出的造型 但是2016年戒雅人版本的增田丸 形状却不一样 这次的造型呢 是参考了广岛凡留下来的古地图 诸国古城之图 是18世纪的地图 但是这是广岛凡的凡主 命人实地走访各地 画下的地图 里面的地形还有尺寸都很详细 所以受到了现代的历史学者的重视 像是奈良大学的千田家伯教授 他就是利用这份地图来考证增田丸的样子 所以在戒雅人版本里面的增田丸 就是引用千田家伯教授的研究 他的形状就不是传统的玩马出U字形造型咯 现在讲到增田丸的遗址 主要是三光神社 明星高校 还有星眼寺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地图呢 这三个地点都有被包含进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实地走访这三个地点 看看当年增田丸的遗址吧 距离增田丸遗址最近的地方是大阪城地下铁的预造站6号出口 这里是战国时代大阪城最外围的区域 一出车站在右边立刻就可以看到 路边有一个增田幸村巡礼之路的标示牌 在上面都有标记 三光神社 增田丸彰显碑 还有星眼寺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连八番的寺庙 不过这间寺庙 里面严禁拍照跟露营 如果被发现的话 还会被没收机器哦 所以这一次 我们就往其他三个地点前进吧 走在预造站附近的路 其实看不出来古战场的模样 大概走三到五分钟 就会看到眼前有一块高企的台地 这个部分呢 是增田丸最东边的东侧驱轮 也有人称它是增田丸的附城锅 虽然增田丸 它在大阪东资阵之后就被拆除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物 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 现在我们试着想看看 自己是要攻打增田丸的前田军 眼前是一个盖在台地上面的小型堡垒 面对增田军居高临下的火神枪攻击 就能够想象这场战打得有多辛苦吧 讲到大阪东之阵 通说认为封城军战况陷入胶着 增田信凡决定要打开僵局 所以他特地对前田军放嘲讽 急着真攻的前田军 还有其他的将领 他们前仆后继攻打增田丸 增田信凡就好像是玩塔房一样 利用了火神枪 还有部队包夹战术 据说他击杀了联合军一万多人 爬上阶梯之后 就会进入三光神社 在神社参道的左边 有增田信凡的铜像 还有一个神秘的石窟 这里是增田丸玩马出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里盖了一个铜像 来纪念增田信凡 旁边的这个石窟 传说是通往大阪城内部的秘密通道 据说里面大概只有长10公尺左右 但是考察这里的地名 会发现这里叫做宰相山 当时前田立场被称为是月前宰相 所以前田家伯教授认为 现在看到的这个石窟 其实是前田立场命人挖的地道 而不是增田信凡的秘密通道 三光神社供奉的是日本神话的三贵子神 还有欺负神里面的寿老人 在神社旁边还可以看到 增田信凡还有原非佐助的看板 离开三光神社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往增田玩的核心地带前进吧 现在走的这条路 在日本的地址属于空窟区 也就是战国时代大阪城外围的壕沟地带 往左边看会看到高大概两三层楼的 增田玩的底座的台地 其实往右边看呢 穿过建筑物之后 另外一边也会看到斜坡 而且考察这边的地址 会发现这里有田土的痕迹 所以前田家伯教授认为 在大阪东之镇的时代 其实这边是阻断增田玩跟大阪城联络的古地 他认为增田玩其实不是玩马出 因为玩马出必须要跟城池能够有连接 增田玩则是一座位在最前线 而且孤立无援的孤城 大概走三到五分钟之后 转个弯就会看到增田玩的核心地带 根据广岛的古地图 这一条路正好就是预兆口进入增田玩的通道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斜坡 但如果我们往左边一看 会发现这里的地形高低差很大 是一个天然的台地 从这个斜坡往上爬 就会看到增田玩彰显碑了 增田玩彰显碑的地方 就是增田玩主城锅的核心地带 在左边是明星高校 被认为是增田玩的中心地点 在大合剧增田玩播放之后 这里就盖了这一座增田玩彰显碑 增田玩的主城锅 再加上刚刚三光神社的副城锅 东西大概是450公尺 南北大概是180公尺 如果是德川联军 想要攻打预兆口的话 势必要先拿下增田玩 就算要从旁边的八丁墓口进攻 也要防备增田军从增田玩侧面攻击 虽然在通说里面 讲到增田玩之战 好像是只有增田信凡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但是如果考证当时的战况 其实长中五部盛青 他也有率军协防增田玩 而且当时负责守卫八丁口的封城军 他们也成功挡下松平军 还有藤堂军的攻势 所以增田玩之战的胜利呢 其实应该是增田信凡军 再加上封城联军大家都有功劳 只是在后来的故事讲坛里面 让功劳尽归一人 把这场战役的功劳全部给了增田信凡 所以在大和剧增田玩的第45集 则是改成大阪武将星 他们联手击退敌人 这一段真的非常好看 身为增田民的兵长 真的可以看一百遍 讲到大阪之镇 大家通常都会觉得 封城家的将领很无能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多信赖一些 像增田信凡啊 后腾右兵卫啊 这些大阪城武将星 但是这些其实是我们的后见之明 增田信凡这些人呢 其实是外地来的客将 他们必须要有贡献 才能得到话语权 看完增田玩彰显碑之后 沿着斜坡网回走 会看到右侧 有好几个寺庙 还有大佛 其实参考江户时代的地图 会发现这几间寺庙 在江户时代其实就存在了 其中有一间新演室 它在门口有一座 增田玩出城基的纪念碑 进入寺庙之后 左手边还会看到 增田信凡的墓 当然啦 增田信凡的墓不在这里 这里是大和剧播放之后 为了要调念增田信凡 才建造的平调用的墓 讲到增田信凡的墓 主要会是在 天王寺站附近的安居神社 那里有增田信凡战史处的纪念碑 另外在京都的隆安寺 还有信凡的女儿 建造的供养墓 这座墓没有开放参拜 在九州的鹿儿岛县 其实也有增田信凡的墓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能拍影片跟大家来做介绍 喜欢增田信凡的人 应该都会想要有一套 增田信凡的赤背铠甲吧 日本玩武制造的 真人比例增田信凡铠甲豪华版 要165万日币 如果是基本款的增田信凡铠甲 也要44万日币 兵长买的这一款 赤背二枚洞巨族 也要快22万日币 对于财力没有那么雄厚 或者是家里没有地方 摆铠甲的人来说 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吧 感谢DID这一次 会赠兵长12分之一比例的 增田信凡人型 我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 这个盒子呢 大概高19公分左右 可以放在一般的书柜里面 没问题 里面呢一打开 有一个简易的 人偶关节替换的方式的说明书 打开里面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里面总共有两层 第一层就放着穿着铠甲的 增田信凡人偶 赤背铠甲的部分呢 有金属的材质 也有塑胶的材质 这种人偶 应该是用人工来涂色的吧 整体来说 兵长觉得涂色也都还OK 在旁边另外有一个铠箱 这个铠箱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 还有武器架 这个就应该是让 增田信凡人偶的武器放置的地方吧 放铠甲的支架 这个是把铠甲 拆卸下来之后 可以装在上面 接下来是增田信凡著名的鹿角头盔 这个头盔呢 是用塑胶的材质做的 还有武器用的面颊 这个是用来保护咽喉等要害部位 在这里另外有一个支架 虽然不太知道这事要拿来干什么的 应该是让人偶站立用的吧 短冲应该就是要呼应 增田完最后的剧情吧 先把它放在旁边 另外呢 还有增田信凡的打刀 这支打刀上面有六蚊前的夹蚊 然后里面抽出来 嗯 里面有金属制造的刀 材质也都还OK 先把它放在旁边 这一支十蚊制枪呢 是用金属打造的 整个手感还不错 另外还有一些替换用的手 就不拿出来了 最后则是增田信村的郑宇姿 所以主要的配件大概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就来看看冰掌摆拍的情况是怎么样吧 老实说冰掌对于公仔 人形这个领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单纯就一个历史喜好者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在自己的书柜里面 可以放一个十五十六公分左右高的公仔 价格也是普通上班族零用钱就能负担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DID有提供一个台湾观众购买的连结 如果对这个商品有兴趣的人 可以参考看看哦 好啦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咯 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